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安保防盜的高級系統顧問John 我們安保成立二十幾年 一直專注提供全面安全方案給各類型客戶 涵蓋物理保安到網絡安全 香港作為領先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 金融服務行業舉足輕重,佔本港生產總值超過五分之一 而且,近年政府大力推廣虛擬銀行、虛擬保險 甚至新穎的虛擬資產和貨幣交易 隨著金融科技的普及,網絡安全和金融服務業變得物不可分 日新月二的發展亦令網絡罪犯有機可食 形形色色的網絡攻擊會令中小型金融服務機構 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一旦遇到客客襲擊 會立刻令業務暫停運作 期間不但會造成財務損失 亦會令寶貴的客戶資料流失到客客手上 而且,會嚴重打擊商家的信譽 作為持牌金融機構 有責任承擔法律責任 保障客戶個人資料安全 根據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的報告 單是2020年,香港錄得近39,000個網絡攻擊數據 涉及惡意程式寄存 釣魚網站和網頁圖改 證券經紀行業方面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的紀錄 2017年就曾收到近30宗網絡保安通報 客客大舉入侵證券經紀行客戶的交易帳戶 造成超過1.1億港元的未經授權交易 尚述網絡罪案的財務損失之大 足以表明香港是網絡攻擊的主要目標 雖然金管局、保監局及證監會有相關溫和的條例 去規管金融機構的網絡安全事宜 例如金管局的網絡防衛計劃 保監局獲授權保險人的公司管治指引 第7點17條 同證監會降低及輸減與互聯網交易相關的 黑客入侵風險指引 但是,香港始終沒有單獨的網絡安全法例 或獨立的網絡執法機構去監管金融機構的網絡安全 更深的是,整個亞太區都嚴重缺乏網絡安全專才 有相當大的人才缺口 因此,我們安保特二伙拍持牌頂級網絡安全專家 提供一連訂閱鍵的網絡平安中 全天候守護用戶 如果遇上黑客的攻擊 會在通報4小時內應對 讓關鍵系統回復正常 擊退黑客後會提供報告 解釋攻擊原理和受影響範圍 服務亦包括年度檢查,提醒客戶防護要點 此外,我們亦建議用戶安裝端點防禦原點 EDR EDR會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偵測藝造電郵,詐騙網站 和各種新型病毒 能夠快速便應各種威脅,更會隔離有毒檔案 盡快進行檔案局員 安保致力於提供一站式保安系統服務 由我們去守護客戶的安全 讓客戶專注於業務發展 如果對於保安系統有任何疑問 歡迎聯絡我們的專業保安顧問 想了解更多最新的科技資訊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給like 下條片再見